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个提气升阳的方法 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阳气 像冬天怕冷,手脚冰凉,阳气不足的一定要多多练习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睡觉怎么样冬冬暖不日导致的失眠 这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导致的睡眠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练习 这个方法特别的好,提升我们的肾气特别的好 尤其是男性一定要多多练习这个动作 它可以帮助我们速度方向静补充肾气 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 下面我为大家讲这个动作怎么做 首先两脚分开,与我们的肩基本上同宽 做好了以后身体放松,调整一下呼吸 把气自然的呼吸 我们做的时候吸气 吸气的时候手向上提 同时肚子向内收,要用逆腹式呼吸 好,在上面呢,气吸满,手抬到我们的胸的位置就可以 好,呼气再往下 好,下蹲 好,再来啊 希望大家认真听 吸气 肚子向内收 气往上抬 手呢,抬到我们的胸上 脚跟垫起来啊 身子保持正直 看到吗?一定要正直不要弯 好,落地道的时候 蒙一呼气,然后落 好,再来 吸气 基本上我们做三个就能感到后背 热气立马就上升上来 顺着你的堵脉 从你脾骨 往下背面 走 猛一路 走 好 基本上大家看清楚了 下面呢,我再给大家前面呢 再做几次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动作我们每天可以练一九次 上午练习是比较好的 或者是你下午实在是特别冷 也可以练习 让我们身体发热 好,再给大家练习三次啊 吸气 认真地看 刚刚没有看清楚了 家人们再学一学 好,肚子收紧 身子保持正直 呼气 好,再来吸气 呼气 好,吸气 呼气 好,这个呢 就是阵脚生涯器的方法 大家呢 根据自己的情况 好好地练习 不适合练习这个动作的家人们 可以找一找老师的其他锻炼视频 好,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点赞 评论留言 和我进行交流 谢谢